乾淨家園 全力以赴 宽耀農曆历过年了 基隆市长谢国良特地到 仁爱区施囚路环保局一区队 和大家逐一握手感谢 也慰绕辛苦的清洁队队员们 市长也勉励环保局全体同仁 一起将基隆市打造成为 干净家園 全力以赴 说今年年中我们来跟 清洁队员兄弟伙伴们来表示感谢 兄弟姐妹伙伴们来表示感谢 那他们一年的辛苦辛劳 我们要致上诚挚的谢意 另外我也提到就是说 我觉得基隆市现在因为 我们的清洁干净家园政策 乱丢垃圾有比较少 但是还是有 不是没有 那我也觉得说跟同仁彼此勉励 当然他丢我捡 这是一个我们清洁队 大家努力做事情的一个基本精神 但乱丢垃圾我觉得还是不好 还是应该要处罚 那我们也鼓励大家 就是如果有知道有人乱丢垃圾 我们就予以捡取 也有适当的奖金可以获得 但是重点是不需要丢垃圾 基隆市就不会脏乱的 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干净的家园 所以今天特别来谢谢大家 并且呼吁我们的市民 我们一起来努力 如果有看到乱丢垃圾的 我们就把它检举起来 然后可以获得不错的奖金 我们一起努力让基隆更干净 更舒适 市长谢国良也非常明白 并且体恤环保局清洁队员的辛苦 因此批准从二月份开始 提高清洁队的清洁奖金 看绩效最高可以领到一万元 同时也提高驾驶安全奖金 上限由原先的六百元提升到一千五百元 我想大家都了解清洁队的工作 相当的辛苦以及繁重 那也很感谢谢国良市长的政策指导 我们从今年的二月开始 我们清洁队的安全奖金 会有每个月的六百元提高到一千五百元 那清洁奖金的部分 会有每个月的八千元 我们会是队员的绩效 最高可以调高到一万元 所以我想谢市长非常体恤清洁队的同仁 也希望能够透过实质的奖金的发放 能够激励同仁的士气 同时在工作出勤的时候也请务必 大家要保持相关的安全 环保局长马仲豪进一步表示 农历春节快到了 呼吁民众做好年终大扫除的工作 环保局将配合扩大执行住家垃圾清理 大型废弃家具以及资源回收物的清运工作 加强维护环境卫生 迎接干净清洁的新年 记者吴迅松 机动报导